电钻箱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主公小米 收拾好我的工具 来这里装个1米5的大浴室柜 这个应该是套了它的洗衣机了 它洗衣机柜是连体的 城市里面的平房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家房子是重新翻修的 装修的也不错 平房住着其实还比较安逸舒服 比楼房要好 关键是这里通了下水 通了天气 通了暖气 大街这卫生间东西有点多呀 这得搬一会儿 看这都是老物件了 不舍得人 新房子配套 有些东西其实都用不上了 都得换新的 这个金柜是分体的 这个不大 这个就好装 这个台面箱子是拆开了 但是没有拿出来 里面是否有破宠也不清楚 这个要拿出来细细的看一下 现在我们干活 液货的这个环节已经很重要了 因为你液货的时候 液完了要客户签字的 所以说液货一定要细心 有问题的话 等你签了字以后再出了问题 商家就有理由了 大家这个要注意要小心 卫生间里面没有装浴霸 也没有灯 大家特意找了一个灯 这灯泡给我头头打 这就只能临时先挂个灯了 这灯了得多大 这个小侧柜呢 就是金柜旁边的 他们是分开的 不是一体的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侧板 洗衣机的侧板 下边还有两个这个小脚 这是柜子的主体 总长1米5 高度15 15公分 15公分 看到这里 所有的老师傅应该都知道了 这套柜子 那就不能按正常的去安装了 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那个台面 它是一块整板 而且要包了洗衣机 洗衣机的高度 大家都知道 而且旁边的这块侧板的高度 就90多公分了 所以说整个台面的高度 就高过90公分了 所以我们安装这个吊柜的时候 也要达到90多公分 大家听到了没有 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商家 确认它的高度 商家说只要客户接受 你正常安装就行 没有问题 第二个电话 我就要打给这个美玉柜的人了 就是这个大姐的儿子 和他要确定一下 按90公分 这个柜子就不是正常的高度 洗脸的时候 那可就难受 按我的测算 这个台面的总高度 按好以后应该在92公分 客户既然他说他知道这个事情 那就按他这个要求来装吧 找出这块侧板摆放的位置 就是靠左边的1米5 就是它落地的位置 总高度画出来 其实这也是浴柜的 吊柜的总高度 也是这个高度 这个大家要计算好了 再下手 我就差点搞错了 因为遇到类似的 商家也不会附什么图子 所以安装的时候 我们全凭现场的经验 然后再看这些东西 组合起来个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判断好 测量好 再下手 客户家的这个砖 还是比较硬的 但是他还达不到地砖的硬度 三角钻头还勉强可以打破 80公分的浴柜 4颗螺丝固定 这个乘坐能力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在墙上 打的是8毫米的孔 这是这个侧板摆放的位置 对面的开不过气了 对面的 提前安装好水龙头 因为这样装的话 可以把下面那个螺母锁得紧一点 龙头不至于转来转去 鱼米屋的台面还是有点重量的 还好还好 米师傅勉强可以搞定 此时此刻业主已经发声了 说这个怎么这么高 这也太高了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 我们刚才两个电话打的重要性 跟他们确认了高度以后 而且他们还同意安装 这就是我没有计算出来的高度 柜体和这个台面 然后还有这个方式 现在刚好 看这个位置 这都对齐了 都压住了 这里 不过这个位置是空的 因为这有个挡水 这有个条 加了一个条 高度就是这个安装出来 就是这样 这个高度就是计算出来的 遇到这种柜子的 一定要算好 算不好的话 也容易出问题 从高度91公分92公分 这个鞋脸的话 有一点点费劲 这个鞋脸有一点点费劲 比我们普通的位置 大概能高个了 差不多就10公分了 时时刻看这个大姐的表情 已经很纠结了 这个高度太难受了 其实这么高的 我也装过几款 这个是厂家设计的失误 还是客户的要求的问题 没有一个客户满意的 我装过最起码五六套这么高的 这两块连接板呢 就是浴柜和这个侧板 连接用的 现在我们安装静柜 把这个静柜最大的正面镜子呢 给它拆掉 这样我们安装会轻便一点 干起活儿比较好操作 墙上靠右边的一个位置呢 它留着一个插座 这两个柜子都安上去的话 刚好把那个插座要堵掉了 因为台面比较高 水龙头跟着也高 那静柜跟着也高了 想要按低一点都不可能 保证它水龙头开关位置合适 尽量往低的放 打孔呢 我是三角钻头 配合我们的电锤 这样又安全 而且效率还高一点 安装这个静柜的位置呢 摆放就是以这个吊柜的总宽度80公分 然后取重安装的 现在先不考虑那个车柜 这个厂家只附了一个效果图 所以所有的尺寸都是我们自己来比对的 这个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静柜的位置 按它的图上显示呢 静柜和这个侧柜中间是留了一定缝隙的 现在这个灯已经用不成了 因为这边要装这个柜子了 这个柜子刚好把这个插座堵掉了 这个侧柜放上来以后 跟这个静柜挨着一起 这样出来的效果也是蛮不错的 客户比较纠结了 是挨着呀 还是按厂家那个效果图分开 严着打电话 双方确认大概20分钟 对后还是没有定下来 他们研究这点功夫呢 我把上下水都已经搞好了 拿不定主意怎么办 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按效果图这个比例来给他装了 万一两个柜子挨着 哪天看着不对劲 要我拆分的话 那不就尴尬了 我的插座的位置 大家能看到 我已经画出了十字中心线 后期木工会给他开一个插座孔 把插座就装在这个柜子里叠了 我也有开孔器 只不过开孔器有一点小 只是一个五公分的 开插座应该不太够 所以还是让木工给他开一个大一点的 这个几乎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了 把这个玻璃胶给他打好 侧板和台面之间呢也要打一点 要不然这个侧板你推的话它会动 这一套柜子安装也挺费时间的 不过安装费也略高一点 大概需要时间的是一个半小时 这个因人而异 时间长不怕 只要我们不要搞错了就行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整体效果 刚好也中午了 收拾工具回家吃饭 拜拜